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 当地时间14号 俄罗斯总统普京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电话 讨论乌克兰东部问题 据乌克兰总统新闻网站的消息 双方同意加强在乌克兰问题三方联络小组 俄罗斯乌克兰及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框架下的合作 以推动相关协议落实 双方还讨论了 失望乌东部民间武装控制的地区 克里米亚和俄罗斯境内再压乌克兰公民的问题 另外据俄罗斯总统网站发布的公告 此次通话是应乌方提议进行的 普京强调各方需无条件和全面履行 关于解决乌克兰东部问题的明斯克协议 及去年12月诺曼底摩世四国峰会所达成的共识